大家好,欢迎来到妈妈老师音乐教室 今天我和Mia一起带领大家学习一下 小汤普森第三册的boogie woogie bill 叫不及无曲 这是一首比较奇怪的名字 我先躺一听一下 你看看弹子听起来奇怪不奇怪 好不好 我先弹子听起来 你觉得怪吗听上去 最后面有点怪 可是别的地方我觉得不太怪 最后的结尾有点怪 好像不太像结束的感觉一样 是吧 因为他用了一个临时的这个降号 好 不是一般我们就结束在这个主要的音上 或者Song是不是 好 那么前面啊 你有没有听出来还有什么规律啊 有没有听出来还有什么规律 嗯是slur 有slur 有很多的slur就是小连线 那么这是他的动作 要求的动作是要用什么 什么动作啊 对了 这个是这首曲子的重点 是要用洛提的动作 我们前两节课一直在说的 好 那么我是说这个旋律 你听上去有没有听出来什么规律 嗯 从 嗯 嗯 第一道高 然后下的时候再 好 好 这左手 它是从Do到Song 像一个音节 这样子 Do 控 Do E 控 B法 控 Song 那这个旋律 它出现了几次 出现了几次 所以出现四次吗 完完整整的应该说是四次 第五次的话呢 最后一句变了 不是Song Dola S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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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第五次 那我们也可以说它出现了五次 因为第五次的前半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看上去好像这曲子有点长 但是实际上左手啊就一句话 对不对 是不是 左手就一句话 就这一句话重复了五次 好 你来试试看 把这一句话弹一下 我们不用弹五遍 你就先弹一遍 看看这动作 Rotty 好的 就这么一句话 对不对 Rotty的动作很好 那么到了第三句的时候 加入了右手 对吗 那右手又是这个怎么样的弹法呢 三四五六 它是一个旋律 长长的 Song 一二三四五六 是不是 它整个是一个长的句子 那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 刚才我们说 左手是在不停的落 踢 落 踢 落 踢 而右手它是 长句子 它是不动的 所以两个手动作怎么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对了 所以这是一个难点 那我现在从这 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九小节开始 就是右手进来的地方 咪开始 好吧 看到我的手吗 左手在上下的动 但是右手是不动的 右手始终保持平稳 你来试试看 然后一次结束 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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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白吗 好 你来试试看 就从这个M开始 左手从这个D开始进来 不要跳啊 洛奇不要给陈娜跳 洛奇 对了 很好 好 你现在可以从后到尾来一遍了 好吧 慢一点啊 别着急 洛奇 准备用手劲 他书上呢 好 说出来呢 最后有一个P 就是Piano代表是要轻 和这个RIT 是代表了渐慢的意思 所以你最后结尾可以说出一点点渐慢 对 对 就好像车子开到了终点 踩刹车一点一点一点踩刹车把它停下来一样 是不是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 请点赞加订阅并转发 谢谢 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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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